福言第十二 安徐正静 其背节无补肉 善语而不静 虚心平易 以待清损 又主位 目贵名 耳贵聪 心贵智 以天下之目视者 则无不见 以天下之耳听者 则无不闻 以天下之心律者 则无不知 不凑并尽 则名不可色 又主名 听之数月 勿坚而拒之 许之则防守 拒之则闭塞 高山养之可及 深渊夺之可测 神明之位 得数正静 其莫之急 又主得 用赏贵信 用行贵正 赏赏贵信 必焰耳目之所闻见 其所不闻见者 莫不暗话矣 常畅于天下神明 而况奸者甘君 并主赏赏贵信 又主赏 一约天之 二约帝之 三约仁之 四方上下 左右前后 迎获之处 安在 并主问 亲为九方之志 君为五官之掌 为善者君与之赏 为妃者君与之法 与因其所以求 因与之 则不劳 正人用之 故能赏之 因之寻礼 故能久长 又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 人主不周 则群臣生乱 假于其无常也 内外不通 安之所开 开避不善 不见远也 又主周 一约长目 二约飞耳 三约树明 明知千里之外 隐微之中 世卫动天下间 莫不暗并更 又主公 寻明而为 时安而完 明时相生 反向为情 故曰 明荡则生于时 时生于理 理生于明时之德 得生于何 何生于荡 又主明